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皮蛋奇怪的外观还有它特殊的味道 不少外国朋友都没有办法接受它 而且还给它起了一个外国名字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百年蛋千年蛋 另外外国朋友也将皮蛋臭豆腐还有猪血糕 统称为华人的三大怪异食物 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 意大利西西岛一家华人商店里 就被警方查获了将近800多克的违法蛋品 其中也包括了皮蛋 而且在2011年6月份 美国CNN网站选出了全球十大最恶心食物 皮蛋身居榜首 还有网友表示 皮蛋的外形非常怪异 味道也吓人 而且还评论它是恶魔主的蛋恶心至极 但在这之后呢 很多华人网友也开始纷纷表示抗议 那在同年的7月份的时候 CNN网站呢也声明表示 对皮蛋其实没有任何的恶意 而且呢也表示了自己诚挚的歉意 其实啊 皮蛋在中国呢 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了 不光呢 它是我们非常喜欢的食物 而且呢 在中医上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 清代王世雄随西居饮食谱中说过 皮蛋 胃心 色 肝 咸 能泄热 醒酒 去大肠火 中医认为皮蛋性良 可以致眼痛 牙痛 高血压 耳鸣 眩晕等疾病 而且呢 皮蛋确实也是含有维生素A 维生素B2 B3 以及像是镁甲酮等矿物质元素 所以呢 它也是比较有营养价值的 另外呢 像是我们以豆腐拌皮蛋这样一个小菜为例 那它确实啊也是一个低脂低糖 而且是高蛋白的配菜 并且呢 它也是软质的食物 对于呢 像是牙齿不好 而且是年龄较长的朋友们来说呢 当做一个配菜是很不错的选择 另外像是现在夏天 胃口不好 那吃这样的一道小菜呢 也可以帮我们起到开胃的作用 另外呢 还有朋友会有这样的意义 那皮蛋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看它这样一个奇怪的外观 难道真的像民间传说那样是用马尿泡的吗 其实我们这里啊 要为皮蛋澄清一下 皮蛋可不是用马尿泡的 其实啊 皮蛋是用碱性物质包裹起来 然后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静置 让蛋皮凝固 这样做出来的 传统的制法呢 是将一颗颗的鲜鸭蛋 一个个的裹上草木灰 生石灰 苏打等碱性物质 以及食盐等材料混合制成的一个泥状物 那在裹上米糠避免粘粘 最后呢 放置在容器当中密封 静置60天 让它熟成 而现在的做法呢 是浸泡于氢氧化钠的溶液中 在整个制作过程中 人们也为了提升品质 有效的控制温度和酸碱程度 会额外的添加氧化钳和硫酸酮 那如此一来呢 就有可能会存在钳铜 留在皮蛋当中 另外啊 其实很多朋友想要问 那我们应该如何存放皮蛋 如何选购皮蛋呢 其实在保存皮蛋方面 我们应该注意 当我们的皮蛋买回来之后呢 尽量要保持它的外观啊 是完整的 因为如果您的皮蛋 这个可有归裂的情况 那皮蛋可能放置不到三天 就会坏掉 另外呢 在存放的时候 我们尽量是要将它放置 在常温阴凉的地方 如果是放到冰箱里 无论是冷冻室 还是这个冷藏室 都有可能会使皮蛋里的水分 以冰晶的方式分离 使我们的皮蛋口感不佳 另外再来和大家说一下 如何挑选皮蛋 如果蛋白是长晶莹通透的褐色 这样的是上品 那如果是有雪花般的纹路 就是极品 而且纹路越多品质越好 但是啊 如果我们的蛋壳表面 纹路很多 蛋白呢 是浅绿色 蛋黄是黄色 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表明我们的皮蛋已经变质了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产品 2013年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江西南昌县呢 就出现了工厂生产毒皮蛋的情况 他们呢 腌制的皮蛋一个月就能起缸出售 而且呢 为了皮蛋早日出售赚钱 会使用大量的含有有毒元素的工业硫酸酮 最后呢 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在吃皮蛋的时候 千万不要过量 而且呢 可以多吃那些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的食物 比如说像是芹菜之类的蔬菜 再或者是粗粮都是可以的 这样呢 可以帮助我们减少重金属在体内的沉积 而且呢 在吃皮蛋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多加一点醋 因为啊 醋也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体内有害物质的一个累积 那以上的内容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还需要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金牌资讯网站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